大家好,我是依珍律師 農曆期月份又到了 那每年這個時候呢 除了很多民間關於偽月的相關禁忌以外 還有很多像是阿飄的故事啦 恐怖片啦 都紛紛在這個時候出籠 感覺就是要讓大家這個月很不好過就對了 來互相傷害啊 那身為很害怕恐怖片 很害怕這些阿飄傳聞的我呢 這個月也不能免俗的 要來應景一下 跟大家講一講 跟阿飄比較有關係的話題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關於兇宅的法律常識喔 罪罪? 罪罪? 還是兩種? 那我想任何人買房屋都不願意買到兇宅 先不論會不會發生什麼靈異現象 關於你買的房子居住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非自然死亡 或者是兇殺案件 你住起來多少會覺得毛毛的吧 白色大樓外牆高掛著本棟兇宅近期舉辦超度法會 其度眾多亡靈的布條標語 這幾個字 一如一般人的眼裡 難免覺得毛骨悚然 那更何況呢 兇宅在房屋市場上面是屬於大家 避之為恐不及的標的喔 所以呢如果你買到的房屋 確認是兇宅的話呢 當然是可以構成跟賣方解除 百賣契約的理由 或者是呢也可以向賣方請求減少嫁金喔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房屋才可以稱之為兇宅呢 根據內政部的相關的函事喔 要構成兇宅呢 必須符合以下幾點要解 第一點喔 必須要的是在賣方持有這個房屋的期間呢 發生相關的兇殺案件或者是自殺案件喔 所以呢如果這個房屋發生自殺案件或兇殺案件的時間呢 並不是在賣方持有的期間 那就不會構成兇宅 或者呢是所發生的事件 並不是兇殺案或者是自殺案件 而是自然死亡的案例的話 那也不構成兇宅喔 第二點呢必須要是沉屍在屋主的專有部分喔 所以呢如果說是屋內發生兇殺案件 可是死者呢是送到醫院以後才死亡的話 那麼這個就不構成兇宅 或者呢是死者在屋內呢遭到啃殺 可是最後是沉屍在譬如說是樓梯間啊 或者是停車場等等這些公共區域的話 那麼也不是屬於兇宅的範圍囉 第三喔 如果是在這間房屋內有求死的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也是構成兇宅的一部分喔 譬如說是跳樓自殺的案件 莊姓主管的女兒因為憂鬱症跳樓輕生 原本房屋的價值有1280萬 因為凶宅的關係嚴重影響房價 一路掉到920萬 足足有360萬的落差 那麼死者呢他可能不是最後沉屍在這間房屋裡面喔 可是他是在這間房屋裡面呢 有這樣子跳樓的行為的話 那麼也會被認為是凶宅囉 所以這樣子看下來呢 並不是只要屋內有人死亡 就一定會構成凶宅喔 但是呢剛剛所說的這三個要件喔 他不見得適用於每個個案 法官還是會依據每個個案的情況的不同 去做不同的認定 譬如說呢這件事情已經過了太久了 久到大家都已經忘記了喔 那麼這件事情的發生呢 會不會對房價構成影響 也許就會有不同的認定囉 或者呢雖然是發生意外死亡的案件喔 還是呢死者最後是沉屍在別的地方喔 可是確實是已經對於居住的人的心理呢 以及房價呢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的話 最後還是有可能會被認定是凶宅囉 至於要如何避免買到凶宅呢 除了呢在買房屋之前 應該要多方的打聽詢問 做好功課避免財雷以外 在買方簽約之前呢 務必要求賣方以及房屋仲介 在不動產現況說明書 有關於建築改良物於賣方產權期間 是否曾經發生過凶殺或自殺等 被自然生故欄位 卻實記載及勾選 不能夠有任何隱瞞 否則呢是可以當成解除契約的室友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是真的很不幸去買到凶宅的 買方呢也會有事後的救急的管道囉 好啦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最後祝大家呢 在農曆七月份都可以順順利利平平安安 看恐怖片不會做噩夢 聽鬼故事不會睡不著囉 我是銀針律師 那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拜拜